我可能花了有四个小时走了一多半了 然后这边又小心绕到长领路这个人 参加他们在吃东西 在六席长领路是可以喂的 但是这边好像连Counter也是那种洞产 你们刚才见过了 猫游之后知道为什么我家爱们喜欢这个洞产吧 刚才看介绍的时候说了一个长领路比较有趣的信息 一只小长领路他刚出生的时候基本上和一个成人差不多高 而且他们是唯一一个 一串生要从两米走的地方摔下来的动物也是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看这动物世界传统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学着走 挣扎着战争 这一只大虾是从泰国来的 然后他已经19岁了 刚才那一只像是另外一只小象的妈妈 那只小象大概一岁半 所以他妈妈还在哺乳期 那一只大象已经26岁了 刚才那个饲养人说一般大象在10到15岁的时候 如果产宰的话会给他们生产系统比较完全的准备 所以他们以后年龄再大还是可以继续生小象 但是比如说这一只19岁他都没有怀孕过的话 他这个时候在怀孕对他来说生产具有危险 而且其实大象不存在什么剖腹产这种 所以他们不想冒险 然后另外那只大象是从泰国的那些 有一个那种娱乐设施给原奇象的那些地方过来的 他们说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已经不太能够接受 就是像泰国那样对待大象 所以他们这边的机制是如果他们表现好就给他们吃的 然后这里的象很喜欢吃苹果和白鼠 对,sweet potatoes 这三只都是亚洲象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介绍是说 因为大象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动物 所以他们会沿着自己祖先的痕迹去寻找吃的和水 但是很多时候所谓祖先的那些痕迹 已经变成人类的公路 所以经常或者是人开的农场之类的 对他们来说就会跟人类产生 产生分歧 然后其中一种现在的大家发现的比较有形质有效的方法是 大象不喜欢蜜蜂 所以如果这个农场也养风的话 大象就不太可能会到你的农场来搞破坏 所以还是挺有趣的 我在泰国骑过下 然后当时其实也是进过了一番心理周折 然后今天听他说了之后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不正规的地方骑上 因为那样对大象非常好 这只19岁的大象就成了像一个Auntie一样的角色 这只能处理一下 那我们不得起来 那我们不得起来